新北市在今天新增了91例的确诊个案 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也是各县市最多 包含了新北市两大群聚案 中和公寓传播链再新增10个人染疫 而三峡校园群聚传播链则是新增了40人 累计已经来到了119例 不明感染人的部分则是新增了5例 于三峡的确诊人数最多 但是当地有居民呢 确实反映裁检站严重不足 只有N主公医院 对此卫生值已经扩大筛检量呢 也会将一些民众疏导到临近的行政区进行裁检 新北市一口气暴增91人确诊 创下今年新高 5号再度新增5名感染源不明的确诊个案 都是身体不舒服到医院裁检确诊 包含板桥两位女性 还有树林一男一女同住家人 三重一名女性 另外延少一星期的中和公寓传播链 也新增10人确诊累计77例 其余新增最多的是 和三峡校园传播链有关 确诊学生在造成家户感染 这个传播链五号公布增加40例 加上先前的79例 已经达到119人确诊 但不少三峡民众在网络社群发文 提到当地只有一个N主公医院在裁检 希望市府可以增加裁检站 强调筛检量能足够 新北市也公布一周以来 裁检数量有一万三千五百三十五人 塞出阳性79人 阳性率零点五八 社区裁检持续进行 但确诊数也不断攀升 要怎么挡上来 中央地方还得找出新方法 记者分享一下新北方报道